国际排联官宣奥运资格赛东道主,意大利女排真是拼了,中国女排稳。 A组。 A组的名额还处于男产中,具体如下。 A组——萨尔维亚女排、波多里格女排、泰国女排、波兰女排。 A组中,萨尔维亚女排排名最高,享有东道主的优先选择权,泰国女排为了自己首个奥运梦也是拼尽全力的拼征东道主资格。 A组,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最后时刻顶替古巴女排的波兰女排。 A组在波兰的普及度和受欢迎程度都是极高的, 此番波兰排鞋在队伍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依旧花重金抢下奥运资格赛东道主名额,真是领球迷意想不到。 B组,中国女排,土耳其女排,德国女排,杰克女排。 中国排鞋在与土耳其排鞋的激烈拼征中是笑到了最后,强势拿下A组东道主名额,中国女排将会在福地宁波北轮迎来资格赛的较量,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女排第一时间出现基本稳了。 C组,美国女排,阿根廷女排,保加利亚女排,哈萨克斯坦女排。 C组是六个小组中唯一一个东道主待定的小组,纵观这个小组,排名最高的美国女排出现无悬念,因此自然是不会花重金去申办资格赛, 而其他三队明知道不可能出现,因此也没有申办东道主的意愿,这使得C组的东道主是难产了。 D组,巴西女排,多米尼加女排,卡麦隆女排,阿塞拜江女排。 D组的争夺中,排名最高的巴西女排是抢下了东道主资格,巴西牌鞋虽然在前段时间放话由于资金不足不打算竞争东道主,但是巴西牌鞋最终还是妥协了,投下重金拿下东道主之后,巴西女排第一时间出现的机会是大大增加。 D组,俄罗斯女排,韩国女排,加拿大女排,墨西哥女排。 D组的东道主之争主要围绕着俄罗斯女排和韩国女排,墨西哥女排和加拿大女排由于实力不济,因此是没有竞争东道主的意思,而韩国牌鞋则是在前段时间现实淡淡的要抢下一组东道主资格,然而韩国女排还是败给了俄罗斯女排,东道主最终花落俄罗斯女排。 韩国女排原本实力就不如俄罗斯,此番还失去了东道主的名额,想要第一时间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F组,荷兰女排,意大利女排,比利时女排,肯尼亚女排。 F组堪称六个小组的死亡之组,在这个小组中,意大利女排和荷兰女排皆是当今世界女子排弹最顶级的强队,两支队伍将会为了一个出现名额抢破头。 F组,在此番的东道主竞争中,意大利女排虽然排名靠后失去了优势选择权,但是意大利排鞋没有放弃,砸下纸巾强势抢下东道主资格,为了第一时间出现,意大利女排真是拼了。 今年8月份的资格赛将会产生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批参赛队伍,究竟哪六支队伍能够突出重围?让我们拭目以待。